长大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6号宣布 国内新增335例本土确诊个案 另外校正回归8例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下午防疫记者会当中正式宣布 从7号明天开始要实施市场的人流管制的计划 此后每个礼拜六只有身份证尾数双号 民众才能够进市场 礼拜天则是身份证尾数是单号 能够进市场 平日还是请民众自行来斟酌 目前掌握最新消息赶快先提供给您 同步来关心的来看这个包括刚看到柯P 他有了最新的政策 而基隆其实今天新增是两例的确诊 而一例原先就是高风险经触者 一例还在疫调当中 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现在呢 决定要对传统市场来进行管制 林又长说很高兴柯市长肯听他的话 我想有关于台北市柯文哲市场 今天终于下令要管制传统市场人流 我很高兴柯文哲市长终于肯听我的话 把这个最大的防疫的破口把它补起来 那虽然是慢了一个礼拜 不过亡羊补牢比什么都不做好了 那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经常会去菜市场买菜的人 所以基层的状况 菜市场的状况我可能比较了解一点 所以我想这一方面我们很有经验 那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些经验给台北市参考 我的态度是这样子 就是防疫嘛 其实务实有效就是王道 那我们不重蹈覆测 那也不死要面子 所以对我的想法来讲 如果是跟公卫有关的 我会打电话请教陈其迈市长 那如果是跟医疗有关的 其实我会参考柯文哲的做法 那如果是跟警政跟治安有关的话 我会学侯友宜 所以我不会因为说柯文哲市长 有时候会骂民进党 就看不到他的优点 我觉得有做得好的话 就应该要学 那如果犯了错的话 我们就记取他的教训 那不要再犯同样的错 那检讨错误 那记得别人做的好的地方 那别人犯过的错 那我们就不用走冤枉路 好 大家转子评了没 赶快子评有人抖内 胡明 要明胡 谢谢你抖内支持 他说全民免费打疫苗吗 前提是要有命啊 还要等到足够的疫苗数量 抵达台湾啊 没错 这明胡 你讲的一点都没错 大家都是这样的新生 还要路过的LeoFood 他说他想抖内 给刚刚的邱书长 那还有杨书长 他说对政府现在已经无话可说了 好 刚刚看到呢 台北市现在对市场进行人流管制了 台北市今天宣布跟进市场身份证 尾数呢 单数双数来分流 那新北市呢 台北新北两个热区嘛 新北市长侯友宜说 用身份证的方式 没有办法来分清楚 而且这段时间自主分流 坐下来已经看到了产效人流 让他认为有大幅下降 也有检讨 用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好 他说单物廉价即将到来 希望市民可以做到位 好 不过看起来 这个确诊的死亡人数 不但没有降 反而呢持续增加 今天又破单日的新高 这一回呢 最新的市场人流管制的办法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公布 针对了传统市场 还有夜市 如果您是会去这些地方的话 出入呢多的地点 加强防疫措施 加强这个包括整个呢 接下来的一个这个人流管控 经济部次长林全能强调 目前本土案例严峻没有条件 放松管制 进出市场限时一个小时 呼吁民众尽快采买 不要逗留 详细说明 带您来看 我们看到这个疫情还是相当的严峻 那事实上我们是没有这个条件跟本钱 去放松 所以经济部这边针对人潮 可能会拒绝的传统市集 也跟各地方政府这边持续的沟通 检讨 那也拟定了针对我们的传统市集 如何来加强人流管制的这个措施 来做五大措施的一个强化 那首先跟诸位报告 第一个部分我们希望 各地方政府这边可以扩大管制 整个这个传统市集 是周边的一个瘫痪 那这个部分的作为 我们会明定核心的营业时间 在核心的营业时间里面的话 会管制路段 然后透过厂内跟厂外的管理作为 来强化我们这个整个人流的管制作为 那第二个部分会跟地方政府一起合作 那也呼吁我们的民众可能要调整一下 目前的一个采买的 购买的一个这个行为 也就是说希望说要上市场前 思考好你要买哪一些的一个这个产品 或者是物品能够在一个小时之内 不要逗留在我们的一个传统市场里面 避免群聚 那这个部分为地方政府会来 督导我们的一个市场管理单位来协助 我们民众这样的一个落实 那第二个第三个部分的话 还是我们会强化这个管制出入口 那这个部分会采取一些 融流的人数落实 这个十年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执行的一个措施 来维持社交距离等等的 这个防疫的一个强化的措施 那下面的部分我们也希望 跟地方政府这边来扩大动员相关的公所 人力 派员住所投入审查查合的工作 让民众能够落实我们刚刚所订定的 这些管制的一个措施 那另外对于这个市场外的这些流动 瘫痪 那各地方政府这边也会 这个动用警察来做取缔 嗯嗯嗯嗯嗯嗯嗨